朝上回圈部分的話 這個是99乘法表的部分 99乘法表的部分特別注意 順便說明一下 我剛剛講過那個外回圈的部分 外回圈i的部分 實際上指的就是 這個前面的部分 前面部分 那你會發現1到9 那也就是說它的run行進的方向是先i等於1嘛對不對 然後他最後也是用加加 所以會往 所以你可以看到 i的部分基本上是應該是指的是縱向的 然後 追的部分基本上是指的是橫向的 所以呢我們第一步進來之後呢 他當條件 等於是 他小於9的時候 會進入到回圈 然後再來的話追也是一樣 也是9 那基本上這個輸出的部分呢 我們是print中間加一個start 所以你會發現是1 第一次乘上1加上這個等號就串接次串 最後呢 中間加一個 就是就是跳脫支援式那個 Tab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部分輸出的話 也可以試著把它改正 比如輸出我不要輸出到 這個主控台 console 上面 如果要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 然後 那個 Matchbox上面 其實也是可以的 只是說Matchbox上面 他好像不支援 Tab 所以你要把Tab 改成 空白鍵 輸出的話 你們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呢 最後再加一個換行符號 這個地方換行 如果你這一行沒有的話 或者你這一行位置放錯也不行 有的同學把他寫到哪裡 寫到這個裡面 寫到這裡面 一直換行一直換行 他就不會接著 所以你特別注意 一定要注意刮鬍的位置 所以很多同學其實 在學習Java的時候 因為以前可能比較沒有學的語言 如果是學過VB的話 VB裡面沒有這種 括號的概念 就很容易 搞不清楚 括號的頭跟尾在哪裡 所以要特別注意 或者是常有同學是 有前括鬍沒有後括鬍 所以特別注意括鬍的範圍 那怎麼樣知道 括鬍的範圍 其實非常簡單 在Eclipse裡面點一下 後面就會給你一個提示 後括鬍的位置 點下去有沒有後括鬍的位置 點下去後括鬍的位置 所以特別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這地方如果你之前沒學過Java的 括鬍常常搞錯 不深眉矩 太多 所以 如果你要知道後括鬍前括鬍的位置 你點 點後括鬍前括鬍